这天小伙一如往常的清扫后院 突然发现来了几只不速之客 毛色有点黑 看起来他们还挺害怕的 看到有人靠近 就立马缩了回去 小伙再次尝试呼唤 别害怕 我是好人 终于跑出来 一只胆子大的 果然是胆肥的有肉吃 他听到小伙的呼唤声 知道今天可以混一顿饭了 开始尖叫着求吃的 看到这样热烈期盼的眼神 垫着脚尖 今天是得拿出一些诚意了 另外几只小家伙 看到并没有啥危险 也试图靠了过来 然后也尖叫了起来 看来应该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你们的妈妈去了哪 小伙也没有打算将他们都抱回家 因为害怕他们的妈妈 回来找不到 于是索性给他们用针筒 喂了一些吃的 小家伙们吃得很开心呀 平时真的是饿着了 就这样 小奶猫和人类建立了信任关系 也不会对人有警惕心了 看来只要包吃包住 啥都好说啊 有饭吃 才让抚摸 小伙一把抓起小蓝猫 这也太可爱了 闪亮的大眼睛 毛茸茸的爪子 小伙说自己好想 全部带进家里啊 几只小可爱就这样一连好多天 就待在小伙的后花园里 天天卖萌要吃的 小伙也很慷慨 既然你们选择了我家 那我也会当得尽职尽责的铲使官 小家伙们还为了吃东西 开始争抢 他们争夺一个针筒 不知道 小伙为何不能再准备一根针筒呀 在精心喂养下 小奶猫的身体开始发福 越来越胖了 喂完了那两只 这只小家伙有点损 小伙还不忘记 雨露均沾 大家都要吃得饱饱的 当然了 除了奶之外 还会准备肉食 今天就算是开荤了 闻到了肉味 小奶猫们都很兴奋呀 不停地喵喵叫着 小伙产了一些食物 给他们吃 几只小家伙 正狼吞虎咽之际 只听到一阵警告的猫叫声 他们就全部跑掉了 原来是猫妈妈过来了 真的是好久不见啊 为了快一周 猫妈妈才出现了 也真是心大 孩子跑来跑去 她也不管管 不过 猫妈妈可不像小奶猫 她可不会接受接来之食 看到人类还是很害怕的 这眼神像是在警告 不过在害怕的猫咪 面对美食的抵抗力 也是有限的 她立马跑过来 吃掉了扔给她的食物 你的高冷去哪儿了 虽然看起来 依然还是很警惕 不过这以后 就算是正式交往了 几个月后 几只小家伙也长大了 平时还会跑到小伙家里 就这样住下来了 小伙子正是荣生主人了 一下子收编了三只小猫 真是人生赢家 啥时候能有小奶猫 跑到我的后院呢 好了 本篇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不妨点个赞 感谢支持